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位 而此前 月云鹏凭借和林志玲 柳妍 袁珊珊的合作 被网友称为女神收割机 此次又和佟丽娅作为荧幕情侣 连小月月自己都忍不住爆料两人的合作趣事 不过别看台上两人是喜剧包袱抖不停 其实此次在《数短英雄》中 佟丽娅 月云鹏都是角色大突破呢 刚刚预告片年我觉得我还蛮美的 但是其实这个戏我美不过三秒 包括可能还有那个沈夏的戏 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是一个真正讲故事 是一个人物的片段 我怕到时候我们打的是喜剧的牌子 观众看完之后这也没有太多喜剧 到时候会有失望的声音 我不想因为这个有失望的声音 前两天我看电影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看跟我自己看有什么区别 我自己看的时候有两三个地方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看来新作品可不只是喜剧那么简单 原来此次影片导演《数换》 曾先后作为《太炯》、《港炯》、监柄霞等影片的编剧 此次化身作用50亿票放的新人导演 还真是让人好奇影片本身的表现 所有的编剧有一个执念 就是希望哪天导演不改自己的剧本 所以我后来当编剧当了20多年 我想我能不能有一个机会 说拍自己的剧本 电影《处女座》就瞄准数鸡蛋 预知数胆英雄票房口碑到底如何 还是要7月19号影院见了 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TV 期待 期待